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以同样的速率撞到保龄球瓶 结果是小树蛙输了 小树蛙的保龄球瓶只有倒了一些 但是狐狸猫的保龄球瓶全都倒了 怎么会 我最自信的一球 明明我们球撞倒球瓶时的速率都是一样的 而且撞击时的角度位置也相同 怎么会是你全倒 而我没有全倒啊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你一定是收买了保龄球馆的工作人员 让他们帮你动了手脚对吧 痛痛痛痛痛 你的小剧场也该结束了吧 我才没有动什么手脚 只不过我选的是比较重的保龄球而已 保龄球带有的能量越多 越有机会撞倒更多的保龄球瓶 而在运动的情况下 保龄球所带的能量我们称为动能 动能是物体因为运动而具有的能量 具有动能的保龄球 能借由碰撞过程对保龄球瓶做工 将动能传递给保龄球瓶 让保龄球瓶增加动能 经过碰撞获得动能而开始移动的保龄球瓶 就会不稳倒下 所以从刚刚的比赛结果 当速率相同时 质量越大的保龄球 有更大几率撞倒比较多的球瓶 传递更多动能给保龄球瓶 反之轻的保龄球拥有比较少的动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动能跟物体的质量有关 好吧 算你赢 毕竟聪明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但是下一场比赛 我也要用同样质量的保龄球比赛 好啊 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这次小树蛙学狐狸猫 选了一样质量的保龄球 都丢出相同的球路与极平位置 但是狐狸猫丢出的球速比小树蛙还要快上了一些 看到我的保龄球速率比你的快 记得吗 那是因为我们刚刚介绍的动能跟物体的运动速率有关 从这一次的比赛结果 当质量相同时速率大的保龄球可以撞倒比较多的球瓶 这也意味着它拥有着比较多的动能 提供更多动能给更多的保龄球瓶 反之 速率慢的保龄球拥有比较少的动能 科学家们反复做了实验 验证数据间的关系后 发现物体的动能与质量 速率的关系式可以表示如下 动能等于二分之一乘以质量 再乘以速率的平方 利用这个公式 我们也可以得出小树蛙和狐狸猫前两次比赛的结论 回想第一场比赛 虽然保龄球碰撞时的速率一样 所以从关系式可知 质量越大 动能越大 而且质量与动能呈正比关系 而第二场比赛中 虽然保龄球的质量相同 但是从关系式可知 速率越快 动能越大 而且速率平方与动能呈正比 所以狐狸猫才会知道它赢定了 我已经联赢两局了 你是不是该受惩罚了啊 还没 我三场都要比完 至少也要赢你一场 小树蛙连忙又去拿了一颗保龄球 结果一不小心没有拿稳 保龄球快速落下砸到自己的脚 你没事吧 还好吗 被保龄球砸到怎么那么痛啊 我记得你刚刚不是说物体运动需要提供能量吗 那保龄球掉落到地上的速率怎么这么快 明明刚刚在我手上的时候是静止的啊 这些动能是哪里来的 物体静止时 有一种跟所在高度有关的能量 叫做重力未能 从名字来看 可推论得知它与重力有关 所以自然也和物体的重量有关 小树蛙 我现在要你跟我想象第一个实验 如果今天我拿一颗保龄球 与乒乓球 让它们落下并撞击地面的沙坑 你觉得谁在沙坑上造成的撞击凹洞会比较大呢 当然是保龄球啊 因为保龄球比较重 那再想象第二个实验 如果今天都是保龄球 但是一个我举的比较高 另一个举的比较低呢 简单啊 比较高的 其实这两个实验结果 都跟重力未能有关系哦 重力未能公式为U等于MGH 重力未能等于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 乘以高度 在第一次实验中 高度一样 所以根据公式 你会发现质量越大 重力未能也会越大 而在第二次实验中 变成质量一样 所以根据公式 你会发现高度越高 重力未能也会越大 重力未能跟质量 以及高度都成正比 跟小树蛙你的预测一样哦 好吧 我愿赌服输 要处罚就来吧 看你这么可怜的样子 不然这样 现在考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答对问题 就放过你吧 我们用手拉长橡皮筋的这个过程 会让橡皮筋的形状产生变化 称为形变 这种因为形变所蓄积的能量 我们叫做弹力未能 一般物质并不太容易产生形变 所以也比较难累积这种弹力未能 而弹性物质 例如橡皮筋 弹簧这种材料 比较容易产生形变 所以容易累积弹力未能 而弹力未能跟形变量会有以下关系 当形变量小时 弹力未能小 当形变量大时 弹力未能大 那现在就来考考你 我拉长橡皮筋 最后射出过程能量 是如何转换的 你知道吗 荧幕前的你 可以帮帮小树蛙 让它免受惩罚吗 找出下列较为正确的答案 在手放开橡皮筋的同时 橡皮筋从形变量大的状态 变成形变量小的状态 弹力未能由大到小 其能量变化可转换成动能 让橡皮筋向前运动 原来一个橡皮筋 也是有大学问在这里面的 狐狸猫 你可以借我一下橡皮筋吗 我想要研究一下 你干嘛 明明赢的是我 你怎么可以射我 你懂太多知识了 这样也算作弊 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 你真的是赖皮鬼 小树蛙你给我过来 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 今天的重点 一个正在运动的物体 它的动能会是 1分之1乘以质量 乘以速率的平方 从这个公式 我们也可以知道 越重的物体 且运动的越快的物体 拥有的动能比较多 而重力未能 则是物体的质量 乘以重力加速度 乘以高度 物体所处位置越高 质量越大 它的重力未能就越大 而最后 弹力未能跟形变量有关 如果这个物体是弹性物质 则变形得越严重 它的弹力未能越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